我个人认为,现代教会的许多的问题都是由于对救恩的问题,有很多的误解。 耶稣是这样说,你们要进窄门,因为引导灭亡那门是宽的,路是大的,进去的人也多。 引导永生那门是窄的,路是小的,找找的人也少。 有两方面的问题,首先就是要努力进窄门,然后要走这个小路。 所以在这个进窄门的问题上,很多人误以为随便来教会,随便来信耶稣,没有什么要求,没有什么必要做的事情或者什么。 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啊,实际想要真正的信主,你必须要真正的悔改,你必须要重生,必须要经历一个真正的救恩。 而不是一厢情愿的,我想去教会,我想信基督教信仰什么的,很多人是糊里糊涂的信。 结果到了末日,他们必受一个很可怕的审判。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,要走这个小路啊,不就是进窄门就好了,现在随便来了,要怎么样就怎么样,反正我信主了。 哪里是这样子,耶稣不是这样讲的,耶稣说现在要走这个小路,就是说要坚持,要持守神的道,要坚持在一个圣洁的一个新的生命里面,不能够随便来生活。 而是要遵守他的命令,顺服神的旨意,这样的人才能够承受神的国。